1949年6月28日 邓颖超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亲笔信 离开北平前往上海 迎请宋庆龄先生来北京 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大集 由于北京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去世的地方 宋庆龄有着太多痛苦的回忆 开始的时候 宋庆龄并不愿意再回到这个伤心地 但最终经过邓颖超的努力 1949年8月28日 宋庆龄与邓颖超一起回到了北京